有備無法 那其實效果怎麼樣 認真來講 我們不是很辛苦 車床老闆趁颱風來臨前 趕快在工廠門口 裝上水閘門 我們這邊 從來每天淹過水 是要裝這個 沒看過 張老闆的工廠 就在彰化鼎翻坡這邊 這裡有好幾家水五金工廠 過去從沒淹過水 卻在八月初的 凱米颱風來臨時工廠大淨水 車床泡水淹了五十公分高 光維修就花了六十多萬 損失不少 就怕淹水重演 張老闆花了十五萬 做鋁合金板擋水 另外這間水五金工廠 則是花了四五十萬 做了十二個大鐵架 把貨物全部墊高 凱米颱風讓柯先生的 水五金嚴重泡水 要出口的貨櫃毀掉 損失兩千多萬 這一次颱風來 雖然買了十二個鐵架 但還是讓他挫了一旦 做紙容器的也是很憂慮 上一次工廠裡的機器泡水 修理費就三十多萬 這一次趕快到公所領沙包 先堆在門口 能擋多少是多少 這些工廠老闆都說 廠區會淹水 是因為縣府在附近 做人行道拓寬工程 排水沒做好 才導致水淹進來 縣府強調這次已經先停工 拆除施工架 並且清理河道內雜物 讓排水順暢 避免淹水災情重演 華視新聞喜歡張英光系 綜藝將話報導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